台南市長賴清德來到撞球館打起撞球 原來是為了第十三屆 持光碑全國輪椅撞球賽 親自到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本次比賽吸引國內各地身上撞球達人 起居一堂準備在撞球桌上一決勝負 身臟人士在運動方面跟平常人比起來行動較不方便 不用太多移動的撞球運動 成了許多身臟人士喜愛接觸的休閒活動之一 打起球來不輸平常人 但在練習上面也相當辛苦 踩還是有差啦 腰力啦 多少還是會動到腰力 因為在側身的時候 或者趴著的時候 或者打長球的時候 打長球的時候你要趴著那個腰力 會影響你出肝 還有運肝 運肝打的方式比正常的難打 這個是要克服啦 身臟人士喜愛打球的心 跟一般人一模一樣 比賽起來也相當精彩 主辦單位也表示 每年舉辦這種比賽 能夠讓選手們克服障礙 勇於展現出不一樣的精神 與活力 記得做專業語團的報導喔